啊 这一局可以玩个内奸了 也好 玩具内奸压经吧 哎呦 这么犀利的 貂蝉 有一个在正式服刚拿到的武将 有两个 陆迅也是刚拿到的 诸葛丹也是刚拿到的 表哥前两天刚赢过 不想用了 要不就选诸葛丹吧 许楚 哎 这 这不是戒许楚 这是 这逗逼楚啊 这普通许楚啊 完全不明白是什么鬼 这边有个远远操昂 这 这这个逗逼许楚啊 怎么可以这么逗啊 过河拆桥 还有一张石 嗯 随便杀一道 过河拆桥 那闪得留啊 那过拆不要了 过河拆桥 我就是跳得中一点又怎么样 我也不怕他 那 无限闪桃都得留 桃要保主攻的 闪要防裸依的 这吊一点险 没什么太大危害 还真是个犯队 明星所向 当仁不让 这个也是反啊 这么多反啊 那就这俩护士忠啊 诶 这打个屁啊 我去 算我倒霉好了吧 还留个桃吧 就就就这俩护士忠是吧 我 我刚刚算算人头 这反 这个反 这个反 这怎么看都是自己人了呀 那我只能说 你厉害 好吧 我自己是内奸 你说这货怎么会是内奸 这货要真是内奸吗 那就算了 认输了好了 太难打了 决斗 这去决斗草皮干什么 草皮跟他拼杀了 跳钟了 厉害厉害厉害 溜的不行 死罪可免 活罪难受 决斗 草皮要扛不住了 草皮真的是中啊 厉害 厉害的一逼啊 然后这伙把主攻给翻了 一斤盟主 众望所归 犀利的一逼啊 一斤盟主 众望所归 然后就把主攻给翻了 然后陈琳不碰你啊 去比伐一下 等下陈琳去比伐他一下 然后他死了 主攻被翻面 厉害 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跟你说 草皮不会有人打你的 你放心好了 绝对绝对不会有人打你的 你当反贼的智商跟你一样的 陈琳只要比伐你一下 你就可以去死了 谁会去打你 陈琳这货也是斗 我这比伐就比伐死了 还去乐他干什么 你怎么办 笔为刀 莫 诸心 武中生有 简衣 这个草都有简衣的 怎么办 九 杀 他还非要去酒杀草皮 非要去酒杀草皮 笔伐就笔伐死了 还中乐了 还非要去酒杀 你说他怎么就这么逗呢 你非要让这个草皮 觉得自己智商碾压你了 你才高兴是吧 好了我不管这草皮 让他去死 这个草为了打死草皮 竟然去开了南蛮入侵 我就问你服不服 杀一下 我反正有逃的 这南蛮入侵 这南蛮入侵就是要搞死陈琳啊 酒杀快酒杀他 对对对对 杀得好啊 反贼酒杀掉了 耗掉了两口酒杀 耗掉了两口酒杀 然后这个陈琳 取出两个人 吃了吃了个南蛮入侵 这陈琳还被翻面了 犀利的一逼啊 太犀利了啊 曹碧你赢了 不过曹张是废掉了 别神仙士族 你打谁啊我问你 哎你为什么可以这么逗逼啊 哎你让调战去离间不就好了吗 你摸塞呀 这个曹张跟重兵了有什么区别 白送了对面两张牌 过河拆桥 唉 真他妈难打 也只能打打许楚 那许楚对啊 比键一下吧 火杀 哦有火杀还不错 这许楚离开的 哎 有机会 不动的啊 机智的 机智的让这许楚把牌丢光了 过河拆桥 这许楚离开了 等一下叼战可以把许楚离间给我 简直好评 哎 这光源屏不是有闪的吗 他还要装距离血迹两个吗 铁锁连环 我才不会上当呢 给他 给他 给他锁成功了 他就造成三点伤害了 这货就可以觉醒了 我才不会让你觉醒了 闪给他看 这个白痴 我去 觉醒了 这货 你前面 前面这白痴 警尊父亲就没有这些事情了 乐不思蜀 哎呦 陶还留着旧许楚真是好评啊 那看我摸个神丹门 哎呀 摸这个也不错 许楚的人头我就笑难了 这话还浪费个陶 爽 爽啊 这货反正中乐了 添加我要了 这货反正中乐了 我下回来他冰他 这曹上还是得救一下的 我考虑一下要不要救 好像救不了了 好像救不了了 我想救也救不了 不救的话 这成立的人兔就是我的了 嗯挺好 那就不救了 闪电 哎呦我的天 那曹长还是死了吧 不然要中闪电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打 现在的问题就是打 现在的问题就是等一下这个 铁锁怎么办 这还是死 那我不能救了 这家伙手上还有铁锁 这家伙还有铁锁 现在的问题就是貂蝉的状态太好 我这样下去不是特别好打 哎呦这货要砍死两个了 这货真的要砍死两个了 这货真的要砍死两个了 这你想多了少年 你这还是应该砍仓的呀 还是弄死陈琳吧 哎呀不过我本来就要觉醒的 其实 觉醒这波牌收不到啊 那行 还是有觉醒的牌可以收的 这就顺这个菊花道还 哟 这连弩其实我根本不想要的 还是顺这个八卦阵比较实在 他顺到了是最好的 顺到了是最好的 看能不能砍死 赌拉之呢 这贴锁我留着要有用的 好砍死了 让你们知道这局该怎么打 张郭柴柴柴柴留着柴柴的加一的 闪电 助我一臂之力吧 定当于司马士三足 闪电啊 快助我一臂之力吧 天空一声巨响 老子闪亮登场 这也得出啊 主攻也是个会玩的 杀一下 这 快点闪电快助我一臂之力吧 不怕你哦 不怕你哦 失礼了 靠 破连弩 吊杀杀的加一线拆掉 吞不住牌了已经 只能吞六张 闪我可以不要 又来一张闪电 又来一张闪电 现在不能动手 这打反贼打不死的呀 我这点杀最多同死操啊 又同不死关于平 靖竹那反对我很不利的 反贼竟然不拆闪电 我本来还想说我又起了个闪电 然后藏就离线了 别这样 快批吧我去 我要挂两个闪电 没事我有桃可以救貂蝉的 不怕 他们估计是想让闪电批貂蝉可以批死 但是他们想太多了 哎呀为什么总是不批啊 之前这个闪电不是很犀利的吗 为什么现在他不批了呢 这我肯定不能掉血的呀 这铁索的属性杀也挺重要的 我要留着的 哎呀让他收掉了 那没办法 只能让他收了 收了之后我还是有机会的 我收了之后我可以一波的 依然可以打 闪电批了也不怕我血量多 哎呦这个乐 别现在批啊 哎乐没中 乐没中可以打 那我准备一波了 那我准备一波了 乐没中那就一波了 没关系啊 这肯定只能一波了 这么多杀 不怕你哦 杀不够呀 还得再靠一次闪电 这逃不吃的 他可以不吃的 我现在也有碧月 小碧月 吃你了 铁锁连环 顺手牵羊 这可是我第一次用诸葛丹 开玩笑 靠 减少体力吧 凯午中开出的全是废牌 哎呀真倒霉又被摸到铁锁了 雷莎 那就要看运气了 掉血无所谓的 失礼了 命不好呀 这就是命啊 这就是命啊 运不如人你怎么办呢 不怕你哦 那不是挂连弩的时候 火宫 不怕你哦 他应该不是红桃 正好是红桃 没事 这火宫不是重 这火宫不重要 还有机会的 薄荷拆桥 你看我都摸不到红桃 杀 不怕你哦 不怕你哦 机会不多了 失礼了 哎 来了个顺手 好 借刀杀人 杀一下 不错啊 偏掉他一张杀 顺手牵羊 杀 这张连弩我攒了一万年了 火杀 赢了 啊 运气再不好 依然是可以靠排击来弥补的吗 哎呀 这局真的是老天也不想让我赢啊 实在是 这个是没得说了 默默的给个赞 其实我很想给自己一个赞 真的我今天第一天拿到猪肝蛋 不信不信我给你们看 除了 他 主要贤 正常